北京时间5月30日正处于CBA联赛球赛期的各个剧动部 为了能够在新赛季取得好这个成绩 都在几楼密鼓的进行阵容方面的调找 那对此是有一些媒体是爆出北京南岚 有意的想和广东南岚进行一个人员上的这个互换的交易 大致的情况就是北京队想要用阵容中的内线 核心内线来换取广东南岚队伍里的这个顶尖射手 那具体涉及到的两名球员分别是北京队的李末豪 以及广东队的王新凯 虽然说部分媒体爆出该消息的真实性还有在考察 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 这笔交易还真是具备实现的可能 先从北京南岚方面来分析 北京队目前拥有秋天李末豪范子明以及未解约的汉密尔顿 所以北京队的内线实力非常的丰富 完全是有送出去进行交易的余地对吧 那相比之下北京队外线火力就显得非常活弱 据悉北京队已经是和三位这个外援的后卫 林书豪啊还有这个布朗以及吉普森解院 另外刘潇宇和长林等分图外线下载及留在球队的可能性也不大 因此来看北京队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得分的后卫 那么很显然啊 王新凯的技术特点非常适合北京队的战略体系 而且现阶段广东队也需要一个年轻的 比赛经验已经成熟的那些球员比较苏伟啊和一键连的年龄已经大 都风未来想让他们扛起得分大棋显然不太可能对吧 而增伐日的高度基本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端 未来很难有更好的发展 那同时王新凯本在级合同也已经是正式到期 所以朱邦正好可以同意这个拿王新凯来换取北京队的名号 当然除了北京队和广东队互换球员外 朱邦宇和秦晓文也很可能领选以下人选 北京队有望瞄准深阵队的何西宁 朱邦宇不排除会向刘传星伸出橄榄枝 那北京拿来和广东拿来上赛季的成绩都不理想 而这两支球队的目标都是冲击威脸总冠军 所以说无论是朱邦宇也好啊 还是秦晓文也罢他们必然为了修载器 做出一些大手笔的交易 那最终是什么样的吧 海景百家是美代 那各位球运朋友 对此年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听众许愿留言看到